唐画,顾名思义,就是以唐做成的画。 它一唐一画,可观可识,作为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, 它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了。 我们在拱城桥也找到了一位唐画继承人。 他叫夏江,来自四川穗宁,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唐画四哥。 四哥告诉我们,他做唐画已经19年了, 这门手艺是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传下来的。 去年的时候,G20为了要展示我们中国恢复中文化遗产, 政府邀请我们到杭州这边来做展示。 G20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拱城桥。 很受当地的这些小朋友欢迎,老百姓也挺喜欢的。 我们这个唐画就是几百年的历史,大家都很认可。 比起我们老家来说的话,那是好得很多。 所以说我也打算一直在这里,如果这里不拆走的话, 我们一直会在这里发展,一直在这里展示我们老底子的艺术。 因为很自由了嘛,我们现在国家都很开放很自由的, 学想学,你只要想喜欢学,你就去学。 很多人跑来学我的神秘,我也毫不保留地传给他们, 让他们也把这个时候,就是把这个唐画, 这种民间的艺术把它传承下去。 四哥稳稳地撑起唐勺,将融化了的唐汁, 咸熟地来回浇注在石板上。 没多久,活灵活现的龙,便在四哥的手下完工了。 四哥从十六七岁便开始做唐画, 如今也有了稳定的家庭。 从四哥的口中,我们不难看出一丝落寞和遗憾, 或许这种传统的手艺终将敌不过时代的浪潮。 但是四哥仍不忘初心,依然以最认真的态度创新着,坚持着。 我一句话叫做得了学得了,学得了做得了,对吧? 不管在哪里我们各自创新,包括唐画也是。 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,通我的手我已经改了很多。 在最早的时候就是白糖,红薯糖,还轮到我们这里, 我就是说明乃糖。 麦芽糖,颜色非常漂亮,而且口感也好吃,优不上乎。 不过在画上面,画画上面,我们也有创新, 各种来种儿童的动画明星。 按照现在来说的话,徒弟是学,教了好几个徒弟, 而是做得比起很少。 他们学会了以后,感觉到没有好平台, 没有好的位置去做,他也养不活自己。 不要说是养一家人,他养活自己的,很难养。 因为现在大街上或者是什么学校, 要怎么样的,要把这个手里传承下去, 就是必须要有好的一个平台, 才能把这个手里传承下去。 一直做,一直做,一直做。 发展会老师。 现在是很多喜欢的,很乐的,很难道。 所以您快乐要做,一直做,一直做, 一直做。 这家人那伍专、 建议者, 毫无优你生日日日快乐, 不是每个二年华人那儿, 在30年年华人那儿。 感谢观看